嘿 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咯 上次我在小厨房自己悄悄地吃了一个爆浆一层蛋糕 我儿子真的是不得了呀 真的是掏碎了这个当妈的心呢 所以呢 今天我又给她连夜做了一个蛋糕 今天我们来给她弄成一个一层爆浆吧 而且我今天我要给她做个拉花的 让她知道妈妈是爱她的 什么颜色你们猜猜 我想给她做一个红色的 是不是很亮 我儿子超喜欢吃大西瓜 因为西瓜是红色的嘛 我觉得她应该很喜欢红色 而且我儿子这个人真的很热情的 红色不就代表热情吗 我要开始咯 准备好 今天做的蛋糕很不一样 是一个拉花的哟 开始咯 好看的吗 今天我一定要给她把那个拉花的感觉做好 奶油一点都不能浪费 我从小都教我儿子 我说食物是不可以浪费的 我们要都吃光光 每期的蛋糕我们都是吃光光的 哇 西瓜味的 真的是西瓜味的 我打了很多西瓜汁进去的 拉花的蛋糕来了 拉花呢就是从中间这个位置 看能不能成功啊 哇 好像快了 好像快了 加油 应该没有问题 只要我不伸出来 它应该就没有问题 哇 我这个心 好几张 我要给它拉出来一个亮黄的棒棒糖 好 什么叫拉花蛋糕 还没有结束 看好了 三二一 走你 哇哦 好不好 我看 你们可以得夸夸我 趁着它下落之前 好 拉花 好 拉花 好不好 看 是不是很美 哇 我点的太喜欢 我今天拉花的这个一层爆浆了 你们喜欢吗 嗓一尝好不好 有一点点忍不住了 尝尝边边上 西瓜味的 知道黄色是什么味道吗 黄色的是香蕉味的 你们说 这个蛋糕我儿子还会再生我的气吗 关注了 你想吃的蛋糕我都会做